虽然雪龙一带在下午时分就下了场倾盆大雨 但是天气还是那么热 实在是太热了 是 太热这一个词说的是太好了 不过不是太多的泰 而是泰国的泰 我们的邻国最近实在是热得吓人 泰国北部在刚过去的一天创下了43.5摄氏度 因为根据泰国气象局的记录显示 泰国史上最高温的记录是1960年的44.5摄氏度 看来泰国今年有可能会打破这个将近60年的记录 炎炎夏热 好不容易盼来了一场雨 实在是透心凉 诶 等一下 这可不是九旱缝干露 而是喷水器喷出来的水啊 到底今天有多热 马上拿来温度计测量一下 哇 接近40摄氏度啊 泰国气象局预测 这个星期会是泰国全年最炎热的一个星期 泰国北部 东北和中部省份首当其冲 泰国北部省份干烹壁斧更是在星期二 创下43.5摄氏度的高温 远比布里市朱滨之前的40.1摄氏度还要高 泰国目前有59%的地方面临缺水问题 更让人担忧的是 这波热浪至少还会延续好几个月 泰国人还必须继续地忍耐酷热天气